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 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 虔诚人去世,也没有人明白 一人去世,是脱离了祸患 行事为人正直的,死后必得进入平安 在他们的坟墓里想安息 但你们这些巫父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后裔啊 你们都走进这里行奸营吧 你们戏弄谁呢? 你们张大嘴巴,伸长舌头戏弄谁呢? 你们不是悖逆的孩子吗? 不是虚晃的后裔吗? 你们在橡树林中,在清脆树下浴火焚心 在山谷间,在盐穴里,宰杀自己的孩子做寄生 在山谷中光滑的石头里有你的份 只有他们是你所要得的份 你也向他们教了奠记,献上了贡物 这些事我岂能容忍不报复呢? 你在高高的山上安设你的床榻 又上到那里去献祭 你在门后,在门框后安设了外族神的记号 你远离了我,裸露了自己 就上床去,又扩张你的床 你也与他们立约 你爱他们的床 看他们的下体 你带着油走到君王那里 并且加多了你的香料 拆派使者到远方去 你甚至自己下到阴间去 你因路途遥远而困乏 却不说,没有希望了 因为你找着了生命的力量 所以你不觉得疲倦 你怕谁,你因谁而惧怕 以致你对我说谎呢? 你不纪念我 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是不是因为我长久兼末 你就不惧怕我呢? 我要说明你的公义和你所做的 但他们都必与你无异 你呼求的时候 让你所收集的偶像拯救你吧 但一阵风要把他们全都刮走 一口气要把他们全部吹去 然而那投靠我的必承受地图 得着我的圣山做产业 必有人说 你们要填高,要填高,要修平道路 把障碍物从我子民的路上除掉 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 他名为圣的这样说 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 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 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 我必不永远争辩 也不长久发怒 因为这样 人的灵就是我所造的人 在我面前就要发昏 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发怒了 我击打他 向他掩面 并且发怒 他仍然随着自己的心意被盗 他的道路我看见了 我却要医治他 引导他 把安慰赏赐他和他的哀悼者 我创造嘴唇的果子 平安 平安 归给远处的人 也归给近处的人 耶和华说 我要医治他 恶人却像翻腾的海 不能平静 海中的水不住 翻起污秽和淤泥来 我的神说 恶人必没有平安 未经典的国防 未经典的国防 未经典的国防